若有极难恐怖 只要归命观世音菩萨 没有菩提寻 菩提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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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二印 这是举的历史 在历史上 极难求观音菩萨 都得到感应 这是电影集里头 都有记载的 那我们先请 地球上灾难这么多 现在许许多多人都来问 灾难来了 我们怎么办 基本的一个概念 我们对灾难 用平常心来看待 确定不能够惊慌 不能害怕 一惊慌也害怕了 灾难还没有来 你就受难了 就像现在什么 癌症 真正的癌症死的没几个 而被癌症吓死的 我看90% 不是不止 吓死的 灾难还没有来 你就被吓死了 你冤枉不冤枉 真来了怎么办 这个天下不是教我们 这是释迦牟尼佛教我们 念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就来救我们 不会是假的 你沉心去念 决定有感应 我以什么观音菩萨能化解采呢 你们能想出道理吗 观音菩萨凭什么来化解采呢 凭无量界来 他老人家所修的大慈大悲 这个力量多大 观音菩萨修慈悲 肯定超过阿弥陀佛五戒 修四十八月 五戒四十八月能成就 观音菩萨慈悲 难道不能救灾 那有这个道理 我们求观音菩萨 我们要把自己的慈悲心 引发出来 跟观音菩萨心相同 愿相同 那个效果就比什么都快 我们求往生极乐世界 也是这个道理 我们与阿弥陀佛 心相同 愿相同 得相同 行相同 你非去不可 为什么 你只有跟极乐世界相应 你跟其他世界都不相应 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 你就晓得 这不是假的 你对这个才真正有信心 如果没有信心怀疑 佛菩萨架不上了 疑是什么 疑把破坏了 信心破坏了 信心坚固 信心坚固 我们身体 就健康 我们居住的环境 就不会出篮子 不会有灾难 为什么 大地坚固 大地坚固 不会有水汗灾 大地坚固 不会有地震 可是如果不信 那麻烦大了 不信就怀疑 怀疑 我们身体 免疫系统 就消失了 细菌侵犯的时候 没有抵抗力了 你会得病 你信心没有了 信心没有了的时候 山火大地松了 不见牢了 山会塌下来 地会沉下去 会产生这个现象 现在这个现象很多 佛在经上告诉我 不是迷信感 水灾从哪里 贪烂来的 贪心感受的水灾 成会 感到的是火灾 旱灾是属于火 地球温度上升 也是属于火 怎么来的 成会来的 这个世间人 脾气太大了 太暴躁了 就会感受这个灾难 愚痴是风灾 傲慢是地震 我们不想有地震 怎么 学谦虚 学攻进 不要傲慢 就不会 惹这个麻烦 傲慢是不平 我们用平等心 待人接物 地震这个事情 就能化解 陌后这是怀疑 我们要建立信心 相信自己 相信老祖宗 相信传统文化 相信佛经 我们一教奉行 灾难自然就化解了 你不信了 就没办法了 感谢观看